好了 然后咱们开始这边 就是首先呢 讲Docker之前 就是说第一个问题是咱们容器技术和Docker的一个简介 那么容器技术和Docker的一个简介呢 其实刚才看完那俩PPT 大家也简单了解了一下 它主要呢 是用于这个部署的 之前的部署比较麻烦 现在为了简化它 然后所以出了一个虚拟化技术 然后咱们这个Docker呢 是虚拟化技术的一种吧 或者说叫容器的一种 然后必要性这儿就不用说了 容器解决的问题 容器是什么 这个概念大家有吗 这个第四点 这个概念没有是吧 咱们简单说一下 我给你简单这画一下 容器呢 它大概是这样的 首先最底下这一层 它是你那个硬件 是你那个硬件 就像我这个笔本 然后你那个笔本 这是肯定是最底层的 它是那个硬件 像公司里边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服务器 对吧 这是最底层 然后在这个硬件之上 是什么东西啊 比如说我这个是不是Win10啊 你那个可能是Mac 那么就是Win10啊 或者Mac啊 我们可以叫OS层 对吧 就是这个系统层 然后这个系统层呢 可能包含什么 可能包含这个什么 内存有多少呀 然后这个硬盘有多大呀 还有那个CPU 有几个核呀 对吧 这些是它系统应该包含的 然后这一层之上呢 咱们跑的是不是程序呀 或者说咱们叫APP 是这样的 这是咱们一个正常电脑啊 然后咱们就想了 这个VM这个虚拟机 大家都用过没 这个都用过是吧 那大家想一下 那个VM是搭在哪的 搭在这层的吧 APP这层 因为是你在你本机之上 又来了一个虚拟机吧 那么那个虚拟机呢 它怎么去创建的 它是在这儿给你创建了一台新的机器 并且呢 里边这台机器 它也相当于一台电脑吧 对吧 那台电脑是不是也有这个内存多大 然后CPU几核呀 对吧 这些都是有的 这是咱们之前那个虚拟机它的特点 然后呢 Docker不是这样的 Docker呢 是在你这个APP这一层 它相当于启动了一个程序 就像大家启动一个Word 启动一个QQ是一样的 这叫一个Docker 那么你可以发现 Docker它跟那个VM的区别是不是比较大呀 你VM它如果起一个东西的话 是不是把你电脑这个什么CPU硬盘内存 完全的模拟一遍 对吧 完全模拟一遍 所以说它那个效率 或者说这个运行这个 这个性能比较低 主要是在这 那么咱们电脑你也知道 你起一个虚拟机可能就有一点卡 但是你起那么三五个呢 就非常卡了吧 对吧 所以说呢 这就是它那个缺点 但是 这个Docker不一样 Docker就相当于一个简单的普通的程序 那么你开Word的 你开十个是不是也不是很卡呀 对吧 这就是它俩的区别 所以说那Docker它不会说 把你系统里边的什么CPU硬盘 这些完全的模拟一遍 它不会的 它主要是固在这一块 但是呢 咱们在提Docker时 可以对于这个Docker去设置 比如说这个Docker 你可以占这个 这个两个G内存 或者说你有几个CPU 你的内存是多大的 这些都可以去设置的 好吗 也就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程序去用 这是它俩的简单区别 然后它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容器 对于这概念有一些理解没 其实这个容器这名啊 它这名字起 这名字意义呢 就是说 这一会儿它就是存东西的嘛 就是一个容器 对吧 其实它用起来之后呢 你会感觉 它跟那个VM这个虚拟机 是没有区别的 它唯一的区别 就是运行效率高 OK啊 好 你看这个虚拟机 与这个容器的区别 也就是说这个虚拟机呢 它是物理层面的隔离 你比如说咱们开俩虚拟机 它这俩虚拟机 是两个独立的机器吧 它这怎么隔离的呢 就是你这个是一台机器 那个又是一台机器 肯定它是隔离的嘛 就是物理隔离 然后像咱们这个容器的话 或者说像Docker 它这个是application层面的隔离 因为呢 它每一个Docker 都相当于是一个程序 那么你打开两卧的 这个卧的写东西 那个卧的是不可能同时出现东西吧 对吧 这个叫程序层面的一个隔离 懂了没 OK啊 再往下 Docker主要做的就是提高效率 还有一个是简化配置啊 Docker应用 好了 那个咱们前段概念已经介绍很多了 现在呢 简单说一下这个Docker 我们如果想用它 这个怎么去装 当然呢 可能有人那个机器已经装上了 那就你直接用就行 然后咱们没装上的听一下这个大概怎么去装 首先呢 大家U盘就互相来考一下 你考完之后呢 U盘里边是有那个安装软件的 然后如果说想自己下的话 是在这个网站啊 这个是Docker官网 这个是他那个Docker官网啊 在这里边你可以点一下这个GateDocker GateDocker这呢 你看往下去翻 往下 往下去翻 你看这里边说个啥呢 他说这个 Support Support Platform 就说他支持底下这些安装 首先呢 这个是不是桌面呀 这是桌面的 就说Docker他支持 可以装在这个Mac上 也可以装在咱们Windows上 你那个如果装了 你就直接用吧 但是不建议装在自己系统上啊 因为他Docker呢 是作为一个容器 他这个什么都装 他这个有可能给你装一些 这个临时文件呀 什么的 给你搁系统里边 到时你这个容器一删了 那个文件可能没删 造成你系统的一些冗余吧 感觉没必要 所以说呢 今晚用这个虚拟机 我那个U盘里边呢 有一个文件夹 是我做好的一个虚拟机 大家那个打开 能直接用 一会儿我告诉你怎么去用 然后这是第一个 是支持桌面的 然后第二个是支持那个服务端 这个服务端呢 大概是有这么四种 是他支持的 目前呢 他支持这个Synos S 第半 这个我我没咋用 然后第四个是U版图的 对支持这几种 其实呢 我这做的是用Synos S 去做的一些实验 他这个知识比较好的 是U版图是吧 因为U版图呢 他主要是咱们开发 用这个U版图 它桌面版的嘛 肯定支持的比较多了 但是作为服务端呢 没必要 这个Synos S就够了 好了 这是他的一些支持 然后咱们应该用的是 Lineus的Synos S 对吧 应该是用的这个版本 然后这个版本 到底怎么去装呢 他这儿是介绍了一些方法 他前面说是 他前面说个什么呀 他前面说这个Docker 现在是有两个版本 一个呢 叫DockerE 这个DockerE 是企业版的 企业版的 咱们应该用DockerCE DockerCE是一个社区版的 这块它倒没列 我看这儿有没有 这个网又不成了 我开一下VPN啊 因为这个Docker那网呢 它是在国外嘛 所以说你这个不开VPN 它有时访问不到一些东西 这是一个VPN啊 然后我在我那个文件夹里边也有 我找一个快的 台湾的比较快是吧 河南 河南怎么也进了 我来个台湾的吧 这个收费的一个月30 对30其实不贵 有些那个VPN好像一个月90的 对 好你看这不是挺快的吗 出来了吧 刚才没这样扭的 对吧 就说Docker呢 现在有这些版本啊 对17 然后18 然后最新的是这个19.03 对吧 这些是它的一个版本 然后这是Current 当前的19.03 然后它底下说呢 你要装怎么去装呢 首先呢 你需要卸载一些这个old version 就是卸载一些东西 它怕你有一些这个残留 所以说呢 在SendOS里边去装 先去运行它这个命令 速度的无所谓 那虚拟机我直接拿住它去登了 然后进去之后呢 它去删除删除 删一些东西 然后 一枣K 一副样子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系统呀 把上面删了 你还有那个YAM命令 因为有时你那机器没有YAM 然后如果你有YAM的话 它让你直接去装 直接去装 你看怎么去装呢 YAM install-Y 一些东西 然后repository 其实呢 这个你直接装的话 它是 它可能就是 还有一些问题 然后咱们最好呢 去搜索一下 目前自己那个机器 它可以用哪些版本去装 然后再去装的 简单 咱们来这边试一下吧 然后这个是刚才那位同学 帮我开了一个讯息 然后我这开的话 讲课有点卡 然后首先这机器 我连上了 给你们说一下 这个机器怎么开 对了 我这还没法 没法给大家看 你那个机器是吧 我这能怎么切到 你那个屏幕呀 切不到 它那个也没装角尸端呀 我看我这有没有虚拟机啊 控制桌面呀 我这是VNC呀 对对对 特别等于我套他屏幕 他套我屏幕 不是 是这个什么 您远程控制它的这个电脑 还是你的桌面 哦 来你撕带我一下 客气 好 全球控制对方电脑 是这个吧 这不是抵规了吗 不行不行 我想的就是我碰他 然后我显示他 他显示我嘛 就互相抵规了 你虚拟机啊 你虚拟机啊 能把VNC的游泳放进去 嗯 等我找个虚拟机啊 那那个U盘你考试没 没考试先给我 我直接拿那U盘来说 好 这个这个是我那U盘啊 这个东西在这里边 大家看一下 一会你们考的话 就考这个Docker和CentroS就行 首先呢 这个Docker里边 它有一个软件 软件里边呢 有个VMware 这个是咱们那个 启动虚拟机的那个环境 大家都有装吗 然后这个我是14版本的啊 对14版本的 然后 你那个最后也是 大版本是14的 然后14.0 无所谓 只要是14的应该都行 然后你那个如果是D的 你可以按我这个再装一下 然后这是装的 然后这是计划码 那装好之后呢 装好之后是这个东西吧 对吧 然后这里 在这个里边 我这不打开 我这打开就卡了 然后这里边你邮件 然后邮件这有个打开是吧 然后你打开之后呢 你去选中 找一下 选中 这个里边 然后你进去之后呢 会有唯一的一个文件 就是这个文件 你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直接启动就行 就是直接用了 等于是这个机器 我帮你装好了 懂吧 你直接跟那个VM里边去打开 打开直接用就行了 然后刚打开时呢 他说什么 复制地址呀 什么的 你就点那个 这个复制就行 对那是IP的事 理解了没 因为这个谁打开 可以去叫我一下 然后打开之后呢 这个东西 他那个 我建好的机器 你直接用这个用户密码 他那个用户名 你就直接入他灯就行 他那密码是我的命 好 然后这个是咱们提虚拟机啊 把它启动之后呢 其实是在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到它启动了 但是启动之后 它并不太好看 懂吧 它不太好看 不太好用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工具 是那个Square CRT 这个CRT呢 也是在我这个软件里边 这有一个CRT 这个不用大家装啊 你直接邮件解压就行了 懂吧 解压完了 打开EXE这个文件 然后打开之后呢 然后你连IP 就是说从这个第二个 这个按钮 这块输的是IP 这块输那个root 后来它出啥 你就都同意就行 然后一输密码就进去了 然后保存密码 然后至于说哪个IP呢 是不是在那个机器里可以查呀 你进那个机器里边 有个EVE Config 你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机器的IP呀 你就连这个IP就行了 OK吧 好了 这是首先 咱们如何去连上这个机器 然后连上之后呢 因为我一会儿要YAM装 我先把那个YAM 这个包去更新一下 YAM Update 我给你截一下吧 不然这全做完了 你也不会 还得看视频是吧 Centro S 首先是更新一下YAM 走着 他们现在在更新一些这个软件报 更新完了 你可以把刚才官方说的 卸载一些东西去卸一下 然后那个我已经都总结好了 在这儿有个 book里边有个运行 这个运行里边呢 这句话一复制 就是把它以前该卸的 先卸一下 嗯 我这儿开了VPN了 应该比较快的 可以啊 自己有关键 你就直接用你自己的 但是 刀块这里边是 刻件一些东西 你考一下 哎对 这油盘我没给你了 是吧 来 我去 他这更的东西这么多呢 我这机器有时间长 没更了 行了 这稍等一下吧 大家也可以跟着做一下啊 因为这个 跟前面大家学的东西 没有什么关系的 属于一个新的开始 大家那个 没有VM的 对 先装着 然后那个 U盘考 先考着 现在考完几个人了 哦 行吧 这个稍等几分钟吧 嗯 我这一下给全都更了 然后那个VPM你们想玩的也在那个刀块里边 行啊 先简单看下官网吧 他这边 应该有点慢 呃 看一下官网啊 大家这个用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东西 你最好 你最好先这个 出色一个账户 懂吧 我看一下 呃 在 这个官方版是不是有个三印啊 对吧 三印这儿你可以去注册一下 这个 这个 然后 你没有的话去 去注册一下 然后这个就一步一步走 就像就下一步的事 走吗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那往下先看个别的吧 呃 那边先装着啊 那边先装着 然后像这里边的话 其实你看各各种地方都可以装 我只是这介绍一下CinoS 别的就不说了 然后像大家那个 如果想特别省事的话 你如果啥也不想装 这还有个简单最简便方式 就这有个网站看到没 就有个网站 是什么play play a run的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 它相当于啥 相当于你直接使用一个云端的Docker 这个云端Docker呢 它肯定没你自己去 你也好使 因为云端的 它谁也用 不是慢吗 对吧 你自己自己肯定会快一些的 就云端你可以打开看一眼 来 喝点加一个 进去 就VPN白装了是吧 不是 我现在上网页呢 这网页是我机器啊 怎么还进不去呢 我把这VPN关一下试试 试试 关了到上去了是吧 这个是Docker一个云端的一个东西啊 你一个有个login 就是说你用这个东西得先登录一下 你点这个login登录 它底下呢会出一个docker 然后点这个docker进去 这儿有个登录界面 这个登录用啥账号呢 你看它这个网站也没有注册地儿 是吧 它这个用啥账号 就用的是那个docker官网那个账号 懂吧 这两个是互通的 所以我说让你docker官网注册一个 像docker之后用那个dockerhub 就相当于那个gethub 也是用docker那个账号 就等于一站是全统一的 都是唯一一个账号 所以那个账号只能各个官网去注一下 哎呀今天这网这么慢呢 哎进去了 进去了 然后这块docker id去输一下那个账户名 登录 其实账户名不好听是吧 我我后来想再注册一个 但我一个手机号只能注一个 也没也没辙就用着吧 就登录进去 这儿是那个开始了 点一下 这个老男孩这网跟我家里边网完全不一样 对 沿着响应时间大概得十多秒吧 十多秒 哎进来了 这个是一个云端不过的使用啊 你看他上面 左上角还给你个代替时是吧 因为这个是云端比较一个公用的东西 所以说呢 你这个还显时间 你只能用四个小时 对四个小时之后呢 你可以再连接再去用 因为他怕你一直站着这个东西 然后在左侧有一个add new instance 就是添加一个新的实例 对 你点一下 你看他添个什么玩意儿 这是个啥呀 是不是一个虚拟机啊 对吧 所以说呢 你如果省得 你懒得去装 直接搁这儿去用也行 直接搁这儿去用 这里边呢 应该是有Docker了 我看一眼 你看直接有了 他这里边连Docker都给你直接装好了 懂吗 这个就是一个倒口云端的东西 你如果想用的话 你可以直接用 但是你看 还转圈呢 这个比较卡 因为是一个公用的 是这个网站 刚才那个我翻墙好像也没太管用 翻墙还上不去了 不翻的好点 OK 这是我们如何用一个云端的 这边应该差不多了 你稍等一下吧 老师你现在这种操作是那个 是那个清除之前的 不是 我现在更新一下软件源 就是 对 亚末更新了一下 老师 那我们 你可以更一下 嗯 我这这个步骤呢 大体给你解一下好吧 嗯 一个是更新 然后第二步 我在找官方的去那个 呃 删除一下之前的 因为我之前 那个他那个去做呢 有一些软件 原来没更新 出了一些问题 后来我就干脆全更了一下 嗯 这个第一次弄 我更就更一下吧 因为好的东西 等于都不用更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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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买上了,25% 这个买上了,25% 那可能这得一会儿呢,要不先下课修一下吧 这个我看下载了去 这边呢,刚先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根据官方的那个提示 需要给他先把这个 以前那些东西先给他卸一遍 然后就把这段复制一下就行 这些东西你真的怎么用就行 那你也不需要记,对吧 这个复制考过来 然后回车 接个图 这个是删除 以前的软件 然后这一步做了之后呢 这个下一步 大家知道你装一些软件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依赖 是吧 Linux因为一般到这儿 你装一个东西 可能它依赖别的东西 所以说你装这个待会儿之前呢 咱们还需要装一些这个Eline 那就是第二句这句话 这是安装咱们的Eline 你把它给复制一下 它那个Eline呢 就是这个Devince 还有这Lovm这俩东西 先给 切个图 走 行 我就在这儿吧 安装这个Eline OK 这是咱们第二步 把它这个Eline安装完毕 我先把它关了 但是根据咱们这 怎么关都关不了呢 卡了是吗 还先关这个 我去卡成这儿吗 我这还没开那个虚拟机 还用别的都卡上这儿 那我再开一个呢 再开一个行是吧 点不过去 行了 等会儿吧 这块呢 也没关系啊 因为我已经都给复制穿了 其实我想让你看一下官网 那个官网它提示 下一步 安装完Eline了 我们就该添加这个 一个叫reposit的东西 这是一个仓库 你需要把它呢 添加进去 因为上面是更新软件源 然后你添一个仓库 才能去接着去装 你看我添加这个仓库呢 是CentOS版本的 这个Docker CE 对 刚才我已经介绍了 就说咱们呢 其实应该应该这个用的是Docker CE 它是一个社区版 像DockerE呢 是企业版 企业版那些收费的 所以呢 这把那个社区版 这个仓库给加进去 这是下一步 添加这个仓库 在这儿 添加仓库 好 这个块 这就一下的事 好了 你看这个 他说这个C5图ETC 也就是说 他把这个仓库呢 给装在了这个位置 这是他装一下仓库 然后他装了仓库呢 我们一会儿可以用YAM去装 然后YAM去命令 你可以先去列一下 就说Docker CE 它现在有哪些版本 我们可以去装 因为现在软件员 也这个更新了 然后这个 刚才这个Repository仓库 也加进去了 那么我去查一下YAMLIS 去查看一下 这个相关的版本 查看Docker CE 让他去列一下 show DockerCase 这让他去列一下 有什么可以装的东西 哎 我是输错了吗 嗯 应该干啥 这是列了一下 这句话是列出 当前可装的版本 好了就到这儿了 然后现在呢 咱们这防大点 这些呢 是我们所有可装的版本 你看都是Docker CE的 然后都是X8664的 呃 我之前讲课呢 是用的是 我看那是哪个 Docker CE 我之前应该用的3EL7 应该用的是他 啊 其实你用哪个 肯定都能装上 就不同版本而已 我就还用我之前那个吧 然后我之前用的是这个版本啊 呃 然后这样的话 你可以知道你要装的是谁 然后你接着装的 还是用这个YAML 他去装 呃 省他一会儿一步一步点那个Y 你直接杠Y就行 呃 就是你如果不杠Y的话 他是不是一直提示啊 对吧 一直问你这问你那的 然后你直接杠Y都同意就行 然后杠Y install 然后Docker CE 啊 Docker CE 然后杠 直接把那个烤过去 把这段话烤过来 站到这儿 也就是这样去装 这个是选择一个版本去装 好 这个他正在装这个 我选择的一个版本 这个肯定比较快啊 嗯 对 已经第11个了 你看他现在在装这个Docker CE18.06 好 你们跟着跟着做的也可以做一下 就是这些东西都在我那个 这个刀块里边是不是有个运行呀 都在这里边有的 你直接复制的 就是说这个文道 上这种课跟咱们上这个鞋代码开发 感觉完全不一样是吧 嗯 感觉这个进度就慢一些 尤其老男孩的网速又这么给力是吧 哈哈 10% 也真是 好了 这个东西呢 他给装好了 那么装好之后呢 其实现在只是把它装好了 就跟咱们装一个Word是一样的 你现在装好了一个Word 但是咱们想用它呢 是不是应该给设置上启动呀 对吧 就像你装一个数据库也是 你装好了得设成这个启动 呃 在这儿你设置 设置一下 就是Cterm 这个不同的系统呢 可能这个命令不一样啊 你比如说那个U版图 应该跟这个命令不一样 在CtermS呢 是Cterm CTL 对 然后你start start这个Docker 哎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把Docker启动起来 启动了 然后那个Mac的应该跟我命令也一样吧 对 就启动命令是这个吗 启动Docker 呃 OK 这个是咱们把它给启动啊 呃 也就相当于呢 你打开一个这个QQ 但是QQ呢 其实你现在打开了 下次开机是不是还没开呀 对吧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呢 设成这个开机自启动啊 咱们下次客开了 他就直接自己启了就行 你和这边来一个这个 还是Cterm Cterm CTL 然后他有个Enable Enable Docker 这样的话就是开机 他自己启动 呃 你看 他就他其实会创建一个什么呀 会创建一个Cterm Link 啊 也就是说他开机呢 会自动的去找这个东西 然后把它启起来 这是他创建的一个文件 这个设置开机自启动 呃 OK啊 然后现在呢 我们这Docker就已经起起来了 打打开 打这个命令 看一眼 哎 你看打命令 Docker是有的 这就可以了 那么打这个Docker命令呢 他后边提示 呃 你可以输哪些命令 比如说里边是不是有个Washen呀 找一下 Washen 这个 这是Washen 那么先看一下咱目前的版本啊 Docker一个Washen 呃 DockerWashen 你看他给你提示 目前是我刚装的这个18.06 对吧 OK 你把这个打出来 你就装成功了 这是 这是 查看版本 OK 这是咱们给装成功了 但是依据咱们以前写代码的那个经验呢 一般咱们写好一个东西 是不是应该希望有一个Hello World呀 对吧 那么这个Docker也一样 我们可以先运行一个Hello World 它这个官方呢 给你提供了一个Hello World 就是你直接Run就行 Docker有一个Run是运行 然后DockerRun一个Hello World 这是官方现成的 接个图 就跑一个Hello World 你看第一句话 他说个啥 说个unable to find的image 就是说呢 你想跑的是叫Hello World 一个东西 但是我发现 Local是本地 我发现我本地没有Hello World 是吧 诶 这儿说个啥呢 Timeout 应该是网络问题吧 这个网络好 应该不会出这个问题的 太费劲了是吧 这个像上了 这看来是连上了 一会儿那个中午 我给你设一下VPN吧 这连上了应该一般不超时的 你看这个poo是什么意思呀 是不是往下拉呀 对吧 往下拉 然后咱们看一下 刚才这个打印日志啊 也就是说我们跑的一个叫Docker Hello World 然后他怎么跑的呢 首先他找了一下本地 说本地没有一个叫Hello World的东西 所以说他去 他去拉东西 那么有可能呢 是连接超时报错了 然后如果不报错的话 呃 他就是去拉一个 从从这个Laborate里边 拉一个叫Hello World的东西 呃 从这拉下来 这个Pooling 而且拉的呢 是一个Lattice 就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版本 对 最新的一个版本 呃 当然呢 这个东西 他有他的那个密钥 也相当于ID 呃 他去当 对完之后呢 因为我们输的是这个Docker传 呃 也就相当于把它下载并运行 所以说他下下来之后呢 直接给你运行一下 叫做Hello World Docker是吧 这官方给你写好的就是 直接去打个Hello World 呃 大概是这么一个事 好吧 这个这个是咱们给他运行的 Hello World啊 呃 这就是安装和这个运行 那么 其实现在呢 大家知道这个怎么去装 怎么去跑起来了 对于一些概念呢 咱们还需要讲一下 这个概念呢 主要的 它这里边最关键的两个概念 呃 一个叫镜像 一个叫容器 其实大家发现 刚才他是说 呃 这儿是说什么呀 说是 Fund Image是吧 嗯 他也就是说呢 他想跑Docker 首先得先去 找一个image image呢 实际上就是镜像 呃 这是镜像的意思啊 那么往下去看 首先这个Docker 镜像和容器 那么镜像和容器呢 就是 嗯 Docker底层 呃 这是咱们刚才介绍 前面都说过了 这就不用说了 啊 看一下这张图吧 这张图是他大概的一个流程啊 呃 呃 其实呢 咱们刚才输的是不是这条命令啊 对吧 等于是在我口端 我输了个Docker Run 是这条命令 那么这条命令输完之后呢 他就会去找 你看这条线 他会去找这个Docker 这个Demo 呃 也就是说 实际上就找 找Docker的实力吧 呃 这个 而且呢 找这个image 找image的话 他这里边画了两个方向 呃 一个方向呢 是呃 这块image实际上相当于我们本地啊 这就相当于Local本地 OK 也就是说 如果他能从本地找到一个image 是你用的 那么他直接就可以跑了 那么跑这个东西呢 怎么跑 实际上你看又有一条线 到这边了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image啊 它跑起来了 就是一个container了 懂吧 这个其实相当于什么关系呢 相当于咱们写代码 你写一个 比如说写一个student 类 可以吧 嗯 那么你写完之后呢 你在邮件跑程序时 那个student 你可能给他出话复值了 是不是就是一个对象了 就是一个对象实力了 其实这是一样的 你没跑起来呢 它是一个image 你给他跑起来了 它就是一个container 这个概念理解了没 就是对象和实力的关系 OK 然后这是一套 然后他如果找到了 跑起来 如果没找到呢 你会发现 他有一条线是从这边是吧 从这边 也就是说 他在你本地没有发现 你要的这个image的话 他会去云端去找 这个repository是一个仓库 这是一个云端的刀块仓库 呃 我一会儿想快整一下 浏览器再看吧 这一农这东西就爱卡呀 所以这虚拟机我都不太敢开 之前讲课开虚拟机就各种卡 跳回了 嗯 行吧 我先搁这说吧 就是说你在这个云端呢 会 你会自动的从云端去下那个东西 就相当于咱们下那个代码 在Gate上是不是有各种代码呀 对吧 这是一样的 这个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是放Docker image的 也就相当于Gate是放代码的 这个Docker这个平台呢 是放这个image的 OK 然后后边咱会说一下怎么去下啊 那么关于Docker呢 上面是一个流程图 就是说我们在用的时候 它大概是怎么跑的 会有什么东西 然后下面还有个底层的技术支持 其实关于这个Docker呢 如果你想学明白的话 就是弄懂它这个底层的技术支持就行 它这底层技术支持呢 大概是三个东西 首先第一个叫Namespace 就Namespace是命名空间吧 对吧 它这叫命名空间啊 其实它主要做的是隔离 这是做隔离的 因为呢 咱们这个在一个技术上 你起多个容器 你不希望这多个容器是 是这个互相知道对方有啥的 对吧 除非你自己主动去调 这就相当于 其实这个有很多服务器 它互相是独立的一个东西 对 然后Namespace呢 是做这个网络隔离啊 这做网络隔离 其实就是一个软件层面上的一个隔离 然后这个control group 其实从这名字可以看出来 它这个control是控制吧 对 它这是控制 然后控制一个group 它这个意思呢 实际上是 我们可以给容器做一个资源限制 因为它就相当于一个程序嘛 你启动这个程序 像咱们启动这个word 你没法控制 你启动一个word 就是开一个word 它占多内存 你不知道 但是你开Docker呢 毕竟是把它当成一个真实机器去用的 所以说呢 你在开的时候 你可以给它设置一下 你给它设置一个 比如说这个Docker它占200兆内存 或者说这一个G内存 这些的都可以去设置的 这是做这个资源限制 资源限制 例如这个设置 占用多少内存 什么CPU 这些都可以去设置一下 OK 然后还有第三个 第三个是这个FailSystem 这个东西说的是一个分层的概念 这个分层的概念呢 是image和container 就是上面那俩概念的一个分层 这个分层呢 我简单给你说一下 是这么一回事 首先还是最底下呢 是我们的这个硬件 这底下是硬件 然后呢再往上一层 就是我现在这电脑是Win10 对吧 是Win10 Win10 那么Win10上面呢 比如说我运行了一个Docker 那么这儿有一个Docker 相当于一个小程序 比如说这个Docker 这个Docker里边装了一个MyCircle MyCircle 对因为它就相当于一个机器 那么它装了MyCircle之后呢 会生成一个image 就相当于咱们代码 有一个类在那摆着 这就是一个image 然后你再 比如说再创建另外一个东西 比如说你在这个Docker那台 Docker里边啊 也就是说相当于 你在这个 我这个虚拟机里边 我在它里边启动Docker 启动完Docker了 装完MyCircle 又装了另外一个东西 它依赖于MyCircle 理解吗 再给我举一个再具体的例子 咱们Docker呢 我说了它相当于 一台真实的机器 那么那台机器里边 是不是还可以装 另外一个操作系统 比如说再装一个Centro S 也可以啊 对 所以说呢 你可以再装一个Centro S Centro S 那么我问你 你在这个Centro S里边 再装一个 比如说MyCircle 是不是MyCircle 应该在它之上呀 也就是说这是有一个Centro S的 当你在装一个MyCircle呢 实际上它 它是MyCircle 它是直接用底下这个系统层面的 就是说它依赖的会直接去用 不会说去重复的给你搞很多 懂吗 这说的是一个分层的概念 也就是说呢 你每装一个东西 它会当成一层 然后一层一层去加 可能呢 加的很高 是这么去加的 OK 这是底层的一个技术支持啊 然后像Docker Image 这个概念的话 其实咱们也说了 它就相当于咱们代码里边这个类 然后作为这个来理解呢 其实就是文件和一些Metadata 也就是原数据的一个集合 那么大家想了 这个我刚才说了 比如说你在Docker里边起一个CentOS 那么那个起CentOS呢 就相当于一个CentOS的Image 对吧 等于是定义了一个CentOS 那么你在启动起来之后呢 它就是一个CentOS的container 对 是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说在这儿 它就是一个文件而已 你给定义了CentOS 它就起CentOS 你定义MyCircle呢 它就起MyCircle 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把概念这个了解清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看一下本地有没有这个Image 它这命令是DockerImage LOS 你如果这命令不知道 你就输一个 干脆输一个Docker 你如果不会命令的话 你输Docker的话 它下边你看直接有Image是吧 你就在Docker 对Image 再回车 你看它又有提示 说DockerImage呢 你要干嘛 你可以输一个LS LS是什么呀 List Images 对 就把所有的Image都给你列出来 那么你就DockerImage LS 它给你列出来了 你看 我们本地是不是有一个Hello World 这因为是我刚才给运行了一下 这个就是官方给装下来的Hello World 这等于是下载了一个Hello World 而且这个Tab是那个版本 是下的最后一个版本 对 什么Image ID啊 这些都有 OK 这是咱们这个Image 咱们Image 如果说你想制作一个Image的话 其实有两种方式 其实一种就是你直接从官方这边拉一个嘛 对吧 听整事 就拉一个就行 这是第一种方式 然后第二种方式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写一个文件 因为官方拉下来 其实就是一个文件 一个定义而已 关于那个文件呢 是叫Docker Fail 咱们后边会说 我这可以简单 简单给你写个尾代码 就是它那文件大概是这样的 它有个From 比如说FromSynthoS 也就是说它下的那个东西 是基于SynthoS系统 然后在这里边呢 比如说Run一个 什么LS 那它下台之后呢 就会执行一个LS 大概是这么一个定义 所以说你看定义也挺无脑的 是吧 但它就是好用 OK 这是两种方式啊 一个是这个 这个这个执行 不是一个是执行 那个官方下载 一个是我们本地 可以自己去编一下这个东西 来这个拉取的话 上面我们是拉了一个Hello World 比如说咱们在拉一个系统也可以 比如说Docker Pool 刚才咱们说的呢 是不是叫一个Docker Run呀 对吧 就Rune相当于直接去运行 它没有的话 拉下来也是运行 如果说你现在不想运行 你仅仅只是想下载一个东西 你就直接Docker Pool一下 这个Pool呢 呃 是什么呀 是拉取吧 对吧 你直接拉取 拉取 比如说拉个U版图吧 你看这个就相当于 我在SendalS里边 装了一个Docker 然后这个Docker里边呢 运行了一个SendalS系统 这是非常这个简便的 给它个版本 这是我之前用的一个版本 这个Mail号后边是加版本号 官方拉取 系统镜像 我外来会发生的 他在设计划 超转一 threads 鮮冰淨